原标题 韩伟与毛主席很早就认识 在著名的安远路矿工人大坝中 两人就结识了 后又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又一起上井冈山 与毛主席结下身后革命友谊 在今后革命战斗中 韩伟从一名宋信源城长一位出色红军战士 先后参井冈山宝贝战 苏区反为较战争 立功功无数 同时身上也增加许多枪伤留下伤疤印子 由于敌人火力强大 在第五次反为剿战争中 红军被迫转移 从此踏上长征之路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放弃 对于红军的追角 沿途阻击 又让各地方军阀配合为奸 所以说长征之路十分艰苦 然而在长征路上的战斗 韩伟的战场上都打敌十分勇敢 如湘江战役 此战是红军途中损失最大的 一次战役 1934年 韩伟所在的红三四师 奉命阻击敌军掩护大部队过江 当时韩伟任邀 当时韩伟任邀零零盘团长 大家都知道 殿后阻击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很有可能整个三四师遭到歼灭 但师长陈硕香告诉全体战士 我们又像钉队一样钉在战场上 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接到师长任务的韩伟 在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 多阻击一分一秒 总部机关就安全一分一秒 在残忍的湘江战役中 韩伟看见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 他心痛如麻 但依然像泰山一样 挡住敌军整整三个重界 不久三四师被包围 后师长陈硕香让韩伟团出围 就这样 韩伟带领几百伤兵向仠木青 可能韩伟自己也没想到与师长的告别 竟成了永别 后来在陈树香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 然而韩伟也遭到敌军追击 很难逃出包围圈 加上此时伤兵众多又缺少枪支弹药 所以韩伟提出分散突围 化整为零 能逃出一个是一个 这是韩伟带着两名警卫员向东转移 但很可惜的是最后韩伟被敌抓获 成了俘虏 而让韩伟再次回到延安毛主席身边 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 双方再次不计前嫌 携手共同抵抗侵略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伟回到了延安 毛主席知道韩伟回到延安很高兴 就让韩伟来见他 但是韩伟每次总已忙没时间给推辞了 这让毛主席很不理解说这韩伟怎么了 自从回到延安也不来见见我 后来 毛主席在抗大演讲 碰见刘亚楼 当时刘是抗大教育长 跟他说 让韩伟来见见我 就这样 韩伟来到毛主席的住处 一进屋什么话也不说 主席问怎么了 韩伟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于是 在主席接二连三的询问下才得知 原来韩伟不好意思见毛主席 是因为在长征湘江之战打了败仗 不好意思见毛主席 这时 毛主席说 这不能怪你 湘江战役你打得很勇敢 不怪你 这样 韩伟将军心里才松口气 于是 毛主席笑着说 如果不是我点名要见你 你这辈子是不是永远不见我了 韩伟说 哪有哪有哪有 之后 毛主席把井冈山走下来 一些老人聚集在一起 这些人中有陈伯军 肖克 张通讯 陈世举 还有韩伟 吃完饭后 与毛主席等人和影流念 之后各自奔赴战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